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吧 上世紀的偷渡客,上集 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幾十年前 香港曾經有個政策叫抵雷政策 專門用來處理60至70年代 由大陸到香港的非法入境者 也就是偷渡客 抵雷是棒球運動的術語 即是當球員及時抵雷,就不需要出局 顧名思義,偷渡客如果成功抵達市區 就可以留在香港 相反,如果在新界或邊境地區 不幸被折獲,就會被遣返內地 早前,我在報紙看到美國邊境的偷渡客 令我想起幾年前在新界遇到60年代的朋友 他們說回自己的恐怖故事 當年和朋友行山 目的地是新界邊境地區 說那裡盛了小人去 不會經常遇到法哥 整班人走兩三個山頭 都是以車路為主 不過開始沒多久 已經有人說 之前不夠睡,頂不住 要休息陣 尤其是同行的四眼仔 平日經常聲大大話 自己參加藝行者 但是不斷說 腰酸、背痛和腳軟 所以我決定 不等了 提早結束行程 離開大隊 沿路折返 其實我還有些不能說的原因 之前一起行山 我遇到一些髒東西 有雙眼藏在不同草叢裡 看得我緊緊緊 再走多一陣 竟然在前面的地面 又看到那雙眼 不斷看上來 有了這些前科 我知道今天必定會遇到點東西 怎知好的不靈 丑的靈 早走都避不了 都是被我看見靈 大約獨自走了半個小時 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 那天已经黑了一折 走走走走 经过一间石屋 我隐约觉得不妥 等一会 为什么这里会有间屋 刚才来的时候 明明是空地 我当时胆粗粗地走过去看 间屋好奇怪 外面环境好方凉 生满了半个人这么高的草 但是在窗口偷望进去 里面的摆设有似有人住的 厅有缸架床 木桌和两张藤椅 摆碗的木柜 和上面有两张黑白照 我仔细地看 那单门白色落星雪柜上面 还有两个红色的女制热水壶 当时感觉 即是去香港故事馆一样 另一只窗应该是房 我走过去再八卦一下 浅色的窗帘拉到实一实 不过我看到上面条线 甚至黄色灯泡的暗光 相信有人在里面 看到这里 我开始有点心寒 这里明明是荒山野岭 怎么会无端端有间屋在里面 而且刚才一帮人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留意不到 我心想 哎呀死了 唯有当看不到 快点走人算数啦 怎么知走不到两步 间屋突然有三个人冲出来 一看就知道 前面两个是偷渡客 因为跟我以前看的戏的形象一模一样 一男一女 第一个跳出来吓我的是一个四眼仔 她头发蓬松 面上面有几道血斑 肩膀还要有血迹 她的发型 还在以前的三七分界 穿着件在以前粤语残片里面 邓基辰和新马仔最喜欢穿的底衫 她的眼镜都挺过瘾 只要一边有镜片 另一边就没有 再看真一点 没有镜片那边的那只眼 遇到整只红猫一样 正面看 她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伤痕 但当她转身的时候 才发现 她后脑插住了一条断了的木条 而同场另一个女孩 身穿白色格仔长袖户衣 深色长裤和白饭鱼鞋 她的特色是扎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边 长到差不多去到腰 瓜子脸 大眼 身材瘦削 初时 看不到她有什么表面伤痕 到后来才发现 原来她的颈的位置 有很深色的劣痕 还有 她走起路上来 一拐一拐 最后出来的是一个 地中海中年肥佬 同样穿着白色背心 黑色唐装外套 不过就融融烂烂 最触目的是她手上的金镖 我猜应该是漂亮的 她们三个前后由屋里面冲出来 目标原来不是我 或者应该这么说 她们是直接看不到我 年轻男女是running man 而中年肥佬在后面就想捉人 肥佬边跑边执起旁边的竹星 不断叫 你们走不走的了 让我捉到你们 帮我脱下衣服去呀 三个零在家屋附近追逐 好几次差点捉了那个长边妹 但都被她快一步闪开 正当我看到眼花缭乱的时候 里面竟然出现了第四个人 是一个上半身赤裸的女孩 而且手上有把剪刀 她冲出来的时候 一声都没有 趁肥佬跑的时候 直接刺了进她的后脑 肥佬声都不声 大致形地跌了落地下 个半裸女孩勉强行了几步 也都整个跌落落地 估计都已经死了 突然有经历片 失惊无神变了恐怖片 虽然知道自己在灵的世界 但都一时之间 不知道怎样反应 奇怪的是 那一男一女 看来不知道现场发生了命案 仍然在running man 还要时不时回头给反应 好像还被肥佬追紧那样 整个drama大约维持了一分钟 我慢慢离开现场 想乘机走人 这个时候 走路男女 好像突然滴了眼泪水 看到我 飞奔过来 还叫我和她们一起跑 我说肥佬过来 教我跑旁边出路 老实说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要走 但是被人夹住 没办法 停下来之后 我们三个 你眼望我眼 那个女孩 应该是个知青 说话很有礼貌 不好意思 我叫少英 刚刚来到香港 请问 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些东西吃 我们已经饿了很久了 零都要吃东西 我知道的 所以我在背囊里 拿了早上买的面包 一件糯米卷 一包小薯片 再加支保抗力 我慢慢放下食物 然后退后几步 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们双眼 马上发光 趴在地上开餐 在我眼中 她们将空气 就这样拿起 再倒入口 地下的食物 仍然圆风不动 根本就没移动过 不要看我 好像拿得这么少东西出来 她们两个 狼吞苦宴 前前后后 都吃了差不多十分钟 少英用手就抹一下嘴 不好意思地看下我 意思是问 我还有没有食物 我开了背囊给她看 真是清了袋 她向我双手合十感谢 跟手介绍她男朋友 朱向心给我识 朱向心 个人很深沉 只是点点头 声都不声 少英 也同时在个褲袋里 抄了张纸出来 哇 那张纸 真是查到妈妈都不认得 朱向心 见女朋友想问 马上打眼色阻止 然后拉到一面说 叫了你不要说的了 不要说 电话 不能让她看 让她知道了 叔叔没有钱来救我们了 少英 迟疑了一阵 点头同意 然后小小声地跟我说 这位同志 请问怎么可以走出去 我们被人捉了来这里 已经整个礼拜 那些坏人 应该死了了 我猜他们仍然是活了在自己的世界 不是走烂 就一定是偷渡 我心想 看他们的装束 和说话的口吻 像是六十七十年代的同胞 嗯 此地不宜久留 我连野食都不要了 转身就想走 谁知 朱向心一手拦住我 说 不要让他走 他去叫人 我们这次就死定了 当时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心里 真是怒怒住 直接想当他是透明 虽然他真是透明 不过 走到他面前 见到他眼红了 整面都是血痕 始终 都是有少少怯 尤其 当时天开始暗 周围的风 越来越大 方交野外 都是没有发围 宁愿安抚一下他 那我就跟他说 你不用怕 现在没有人捉你了 我又不是警察 他上下打量我 有些半信半疑 再转头望向少英 过了一阵 少英再在个袋 找一张纸出来 然后他两个字字 我呢 就好像个人质 站在那儿 等候发落 转头 少英笑笑口地说 同志 不如你帮下我们 打个电话 我们想知道我叔叔的地址 我们想出市区 原来是写好的地址 不过已经被汗水浸得花晒 正当我拿过手机 准备配合办打电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叫救命 好凄厉 这对情侣 立即沿着旁边的小路冲过去 我呀 唉 就唯有跟咯 又走了几分钟 过了石垫 到了一个小平台 拨开草叢 竟然有个洞口 哇 我心想 真是别有洞天啊 不过事后回想 那个洞口 可能是幻觉 未必是真的 其实 说话洞口有点不妥 走过去看 才知道 是个洞来的 那个洞的尺寸 刚刚好 就一个人爬进去 他们两个 好像熟悉这里的地形 二话不说 就爬进去 我当然在外面等了 里面 估计不是人 就是蛇 或者是人蛇 小英好快出回来 说找不到她朋友 之后我们两个 就坐在石垫等珠向心 言谈之间 小英好开心 因为终于找到一个人帮她 她说 在这里已经有十日 每日很多人经过 有路 有乱 不过好像都当他们透明 我就问了 你们来了十日了 我没听错 还问他们 今年是几年几日 小英在个腹袋里 拿张纸出来 上面写着 1969年3月11日 由广东卫州出发 果然 大家在个平衡时空里面 OK 那我现在 就要将自己 代入回去以前的年代 跟他们相处 当问到他们 怎样偷渡 小英好兴奋地回忆起来 其实 我们不想走的 不过向心家 因为有个外国亲戚 已经没办法不走 所以我们一起 12月出发 在北方 用尽办法 走到南方 又坐车 又走路 其实 这次已经是我们第三次了 我们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 经历了两次失败 试了三条路线 这次才成功来到香港 我们准备充足 有几根饼干和米粉 由惠州 走路去到龙江 日头绕着山路走 不敢走大路 因为怕有人捉 夜晚黑晒天 就跑上山 日头在草丛睡 说你听呀 草丛的蚊都在得好像够云 一样 咸到入心 我们出发那天 下了整日雨 衣服 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每天随便吃干粮 根本都吃不饱 最后吃到没了 前几晚 遇到民兵 有几个同行的朋友 被他们捉了 我们一路跑到河里 才能走脱 走了一个星期 才到达香港 当我正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肥佬是什么事 又有怪事发生了 下回继续